就做完之後的問題 如果我要把那個 不是像這種超連結的去除掉的話 像這個 跟這個 那你當然就不是說要你用人工的方式 找到按delete 找到按delete 那不是等於是用 不是真的 用對的方法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像這些 如果你遇到第2個問題 第2個問題說 如果 所以你要做一個 邏輯你要告訴Israel說 要怎麼幫你 OK 那這裡的話其實可以分析說 什麼 如果 邏輯上 如果我的開頭並不是 這個小魚的符號的話 而是像這種 非小魚符號的話 那我就把這裡面資料清空的話 這要該怎麼下這個邏輯 所以特別注意 當然你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的話就一幅 一幅什麼呢 開頭的這個字 所以第2個你可以再用第2個函數的話叫laps laps的話就意思說 從這個 找到的資料裡面的開頭的第幾個字 所以瓜糊找到資料的第1個字 假如說他不是 等他都會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的話 那就是我們要的資料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你就輸出什麼輸出沒有東西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透過什麼if 邏輯給他 那如果對的話就輸出你要的 原來這個公司的結果 反之的話呢 就輸出不要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你不想看到的東西呢 一下子就全部讓他消失了 可是問題這個公司要怎麼下 那請各位試一下第1階段做完之後 那試試看 把第2階段的也想想看 裡面可能就需要用到if跟laps 這兩個函數吧 看一下剛剛講到部分這個 邏輯 只要不要是這個開頭的 那就是把我把那個資料給清掉的話 該如何做 那我一般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你在利用if跟laps 其實就可以把 這件事情完成 那怎麼做 首先第1個 把 一樣 把這個公司怎麼樣 這個公司裡面是最後我要輸出正確的結果 那把這一串公司不包含等號把它剪下來 其實也是一樣 將來如果你要 在sale裡面做很長的公司 通常都是分很多階段分別完成的 所以呢你如果以後看到那個公司非常冗長的話 其實你要把它拆解 其實慢慢才可以辦法了解 或者的話 這麼冗長一下 一次要把它打完 其實不太可能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公司剪下一 第2個的話呢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 因為我要判斷什麼呢 判斷說他的第1個字 是不是 小於 OK 所以呢 我就是直接在找到邏輯 按if 按確定 然後問你說你的邏輯 邏輯判斷是什麼啊 那 所以呢 首先的話呢 我要跟他講說 如果說我產生的這個資料裡面的開頭 如果假如是小於的話 那就幫我輸出 如果不是小於的話 那就幫我把 這個要輸出的東西給清除掉 那這個敘述呢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插入laps之後 請你打 插入if之後請你打laps laps ok laps的左邊嘛 那前刮壯 那前刮壯 刮壯之後的話呢 就是把剛剛 我們副 把它剪下來那一串公式貼到這個後面 意思是說呢 其實貼上這個公式就等同是你將來會產生的這個資料 也就是 你把什麼呢 把這一串資料 放到這個laps裡面 怎麼樣取得 所以特別貼上之後請你後面按d0.1 d0.1 指的是說呢 我幫我取得那個開頭的第一個字 ok 然後 再來就後刮壯 記得 所以特別注意 laps一定是什麼 你laps 然後呢 把東西貼上 刮壯 把那個東西貼上來 d0.1 後面一定要加後刮壯 一個頭一個尾 這樣子的話就幫你取出那個開頭 這個字 這個字 那我們就把這個字 做個比對 比較一下是不是等於什麼 是不是這個這個字是不是等於 這個 是不是 如果取得的那個東西裡面喔 是不是什麼呢 是不是這個東西 的敘述該怎麼寫 其實再來就是 如果他的結果 是不是的話就等於 然後呢 這個東西的話就一個 記得喔 那個小魚也是個字串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這樣的話呢 他後面呢 就會得到一個true或false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比較完之後 第一個 因為他開頭就這個啦 所以他會true 那表示說呢 是喔 你這個裡面的資料 開頭是 小魚 那如果是小魚的話呢 我就把它true的地方 value is true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再貼 為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如果他是true 那就輸出 我要的這一串東西 那如果false的話就不是的話 那做什麼 清掉 清掉應該知道輸入什麼嗎 不是 對兩個雙引號嘛 前面有講的 就這樣而已 意思說不要輸出任何東西 概念都差不多啊 反正以後用來用去喔 當然你會很快事情做完 不會 怎麼辦 慢慢找吧 我相信你們一定有 這樣的經驗 就是喔 真的有些人 不會用每天都在那邊刪資料 用什麼方式刪資料 用人工的方式在刪 我真的看 我當然會覺得說你那麼辛苦幹嘛 而且眼睛都 眼睛也會容易出毛病啦 我以為有現在 現在眼科好像生意都特別好 為什麼那個 最多人就開那個什麼清光眼 跟那個白內障 而且年輕人不是 像白內障以前是老人家的專利啊 現在很多年輕人 也會 提早 得到那個白內障 為什麼因為你一直看著 看著螢幕嘛 一直因為螢幕本身有LED就藍光嘛 最近我兒子去配眼鏡 那個 那個眼光是說現在有一種新型的 鏡片 居然真的可以綠掉藍光 然後還實驗給我看 那個藍光一照 結果出來居然藍光不見了 被過濾掉了 不過我是不知道說那到底有沒有效 基本上如果可以有的話會減緩你那個眼部 不過當然但是 下下撤最好是什麼 你平常真的就是用一些程式方式來解決 或公司來解決 確定之後看一下 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公司就做完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麼一長串 如果這樣你用打的話 你要打 打正確也不太容易 所以我通常是用貼的 貼一個 再貼一個 然後向下填滿 剛剛 如果有錯誤的部分的話 向下填滿 看一下底下這個超連結的 都對 那你會發現 哪個地方會 消失呢 這個有沒有本來是設定 不見 OK 這個也不見了 這個是設定 這個不見了 所以理論上我們就可以逐一逐一的把剛剛不需要出現的東西就把它過濾掉 那答案的話就在這一串 不過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的東西是在哪裡原來的這一串其實就在這裡 有沒有剛剛我貼的地方 不過我是建議以後的話慢慢你要有個能力 真的一眼就可以看出說你公司原來的地方在哪裡然後你產生新的東西在哪裡 這樣的話呢 你慢慢我想你以後再做Excel你會非常的輕鬆 為什麼 因為馬上就把事情給解決掉了 OK 這個當然這一串公司如果你現在記不太起來沒關係雲端上我有把它貼到那個雲端白板上面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確保說你是做正確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我是盡量已經放很慢很慢 盡量就你只要 不要做錯 一次就對了 所以其實像學習這種東西 真的要完全真的了解 不是用混的用背的用 視筒飛的如果你真的完全每個地方都了解說那做起來還蠻輕鬆很快樂 一下就做完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然後看 像這些資料幾萬筆資料 這種是電信公司的資料 電信公司他 如果你到時候以後到電信公司當行政人員 不會這些東西的話 你每天都在弄這就好了 OK 而且老闆也覺得說奇怪怎麼弄那麼久弄不完 OK 好那所以第一個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把 這個部分先完成 就是如果 他不是 像長這樣子的 全部都把它清除掉的話 主要是利用IF跟LAPT 所以特別主要 就長這樣LAPT 加在這裡 貼的話貼這個 貼上 有沒有 然後d0.1 等如果等於什麼 小於的話 True 那就 把這個公司再貼一次 如果不是呢 就是再一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這麼長一串 我是建議你在這邊完成 會比較簡單 比較不會 如果你上面 當然也有人直接在上面打公式的 只是說 那真的是要很 很聚精會值 而且錯一個是 只要你有一個地方錯 公司結果就跑不出來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 這個這麼長一串公司 真的就是 很重要啦 因為你做得出來 這事情就解決 那你如果做不出來你的事情就永遠解決不了 就這樣 OK 試一下 好 好 好